這一集是《停滑王》第99集 現在時間是2023年3月17號上午11點 一開始先不要交代太多 我們來念一下香油錢 感謝各位斗內香油錢 首先第一位Zoe Zoe donate臺幣50塊 他說期待損王趕快錄下一集 Zoe她 donate的時間呢 是在我們上一集剛發出去的當天 然後她 donate的時間是2023年2月22號 現在是3月17號 所以已經過了一個月了 真的是神預測 好啦現在已經在錄下一集了 本來上一集 上一集本來是上個禮拜 還是上上禮拜就要上了 可是呢 嗯我在Discord就講 因為聽到古埃講說 哦那個因為AI了 在那邊 AI焦慮啊 資訊恐慌傻小兒 這些人跟北極一樣 看了以後我就再看看我的稿子 嗯 AI焦慮 這集不發 下一位 下一位 Donade的是來補香油錢的 Donade時間是3月12號上個禮拜 Donade的金額是台幣50塊 說 筍王好 看到社會實驗仔在那邊商業互吹 忍不住想聽筍王嘴 忘記補上香油錢 應該來留言這個地方來給筍王當富能量的素材的 再來靠北下 我至今無法理解不會中文的日本人 卻硬要用比谷歌還爛的翻譯做台灣市場是什麼心態 而且還堅持不放英文原稿 難道是真的太厲害怕被華爾街的經理人狙擊嗎 還是說英文也很爛 那可以放日文啊 問號 好 我已經知道你在嘴誰了 你就是在嘴那個Gamer Gamer竹筆 Gamer最近出了一篇還蠻屌的文章 整篇就是在講說 人家那個QA QA問答 然後竹筆回的真的很不錯 那個東西我也有發也有發在那個精選那一邊 好 那這個來捕香油錢他是說 在那邊商業互吹想聽筍王嘴 好 首先先講 他說堅持不放英文原稿 他是不是不懂英文 那可以放日文 其實他的英文應該是蠻好的 還不錯 好 之前Gamer在Discord那邊有一個他們的頻道 然後裡面呢 竹筆是會回的 他回 跟他 要跟竹筆講話 還是說你要 那個竹筆回你 他都是回英文 所以他英文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呢 Gamer的文章啊 之前一直被人家詬病的一點 就是他的文章翻譯實在是翻得有點爛 可能整篇英文原文 我們拿去丟給Google翻譯 都還比較好 好 那真的 那個翻譯的品質真的是不太好 就是主詞動詞轉來轉去 轉得很奇怪啊 應該也不是說主詞動詞 就是文法很奇怪啊 很明顯就是翻譯過來的 以前一直有這個問題 現在應該是沒有了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用那個什麼 ChairGPT來幫忙翻譯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現在文章看起來就好很多了啦 那比那個Google翻譯是好一點的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Google翻譯進步啦 或者是因為他們換成ChairGPT來翻譯的原因啊 然後真的他是蠻多地方還蠻值得嘴的 那我是不太敢嘴啦 為什麼 因為他們講出來的東西的確是蠻猛的 然後我的本科 我不是這個東西的本科系 所以看起來他是本科系 那不是本科系的人看到本科系的人講的東西 比如說他正在念那個博士啊 還是說呢他是那個什麼財經系畢業的啊什麼的 或者說他現在正在裡面當那個研究員 還是說他是什麼buyside saleside 這個時候就不敢去嘴人家嘛 因為人家是專業的嘛 好可是呢 嗯你有另外一篇留言是留在Facebook那一邊 雖然說你的用戶名稱 跟那個Facebook留言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看你的那個語氣應該是差不多的 來我唸一下你在那個Facebook那邊的留言給大家看 應該是可以啦 因為你應該是因為那邊留一留 然後發現說好像沒有什麼回想 所以你跑來這邊留箱有錢 我猜啦我猜是這樣啊 如果不是的話就算了 因為他的開頭也是說想來聽損王嘴的 好那他的留言是說想來聽損王嘴的 看到社會實驗仔和簡輩仔Frank吹Gamer竹筆吹成這樣 有點看不下去了 竹筆厲害歸厲害 常常嘴華爾街都是一群白癡 不過感覺最多也就是Tier 1的華爾街仔 穿越一輪2020 2021牛 2022-2023熊的輪替 績效明顯的就是拿不出來 竹筆似乎很想像Peter Lynch那樣翻個幾倍帥帥的贏 實際上就是沒有拿出時機 投資這個地方畢竟不是教書可以出一張嘴 像老八呢就是拿績效洗臉 拿Arc嘴他的人 Gamer這種選股能力跟Arc老實說也沒有什麼兩樣 付出加倍的風險卻沒有得到相對的報酬 想當不停損的架頭仔真的不能夠靠聰明 聰明還要是最頂尖的那幾個才能帥到成名 關於Freddy你直接講 好我本來想說社會實驗仔你在講Freddy 然後你就自己把Freddy講出來 關於Freddy跟Frank也想嘴 是不是跟竹筆一樣掰賽呆久了 以為散戶都是超大資金 有未納量問題 選股不能打敗大盤 就最好笑的人在台股 在在台灣卻不做台股 我就問他們的Alpha在哪裡 就只能從被研究爛的公開數字建模 當然打不贏大盤 看看財報狗跟定毛 掌握好供應鏈你人在台灣有掰賽的資源 S&P500的公司真的摳得到C-level的總仔嗎 我相信在台股不只能跟總經理面談掌握內線 更能實際看到更多外資看不到的地方 這明明就是超大的Alpha 稍微有點資源的 跑台灣的公司其實就能建立不少的人脈 我是不知道他們比起華爾街那些長吞藤仔 真的能掌握更多的數字嗎 散戶真的沒有未納量的問題 沒有必要跑到美股那種Alpha都被掌握的地方 選一堆會歸零的股票 像股外選大科技都還能穩穩的屌打 或是美股說到底選擇清流軍 那個兩倍槓桿大盤策略 真的就是穩穩的Alpha 基本上你講的東西我都還算蠻同意的 然後跟我今天要講的東西也有一點像 不謀而合啦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聽完這一集 大概也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啦 可是我就是不敢嘴啦 說是不敢嘴啦 可是有時候也會不小心稍微嘴了一下 然後Gamer那一邊的文章呢 我也算是從他剛出來的時候就一直看看看到現在了 然後他們之前在講績效的時候 他有拿Arc出來對比 我是覺得拿Arc出來比是蠻奇怪的 可是他除了跟Arc比以外也有跟QQQ比 所以呢 我覺得就跟你講的差不多 他就是翻真心出來的東西真的都還蠻專業的 然後說嗆也是蠻嗆的 可是績效真的就是拿不出來 好那看到這個東西呢 我是不會不爽他 因為他寫出來的東西對我來說真的是有幫助的 因為我不會看他看好哪一支 我就去買哪一支 如果說好他那麼厲害 然後他的績效就屌打巴菲特 還是說呢他的績效就屌打大盤好幾條街 那我會覺得很絕望 可是如果說他這麼厲害 這麼屌 這麼嗆 他的那個績效拿出來也是跟Arc比 好在那邊跟Arc比爛 然後跟那個QQQ差不多 或者是輸給QQQ 那我會覺得蠻開心的 開心的點就在 就算你今天超屌 也不一定能夠績效非常好 就算你今天不是本科系的 你也有辦法在股票裡面找到Alpha 然後你也有機會跟他們一較長短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時候 看到這個我就不會說 我看他們的文章我是不會生氣的 因為他是真的有拿出他的專業 然後呢他有績效 那他價格是他虧錢 我賺錢就我賺錢嘛對不對 我不要虧錢就好了啊 好所以我主要在看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是這樣啦 然後Freddy呢 Freddy差不多啦 就是我就覺得就看Gamer就好了啦 Freddy的東西我是沒有特別去看啦 因為他丟出來的東西我是 好啦不予置評 不予置評 那 簡貝仔 簡貝人 他的那個在財寶狗上面的那些集數 我每一集都有聽 我都還蠻喜歡聽的 因為我覺得可以聽到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他比較不會像說台灣的分析師 講的東西是那種 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懂不懂 可是你就是講完之後 感覺好像一副你什麼東西都有更新的樣子 他講的東西比較有實體 比較有感覺比較有平有距啊 所以我就比較喜歡聽那個簡貝人講的東西 主要就是拿這些人的東西啊 就感覺就像是那個剪他們味道啊 他們認真在看的東西我們拿來稍微參考一下 因為我自己根本就沒有辦法看到這麼多的東西 可是呢我跟你說 我比較想嘴的是有一些頻道 我們就不說是誰了啦 有一些頻道呢 聽 我也長期在聽喔 然後聽著聽著就覺得說 欸好像沒聽到什麼東西欸 我說的沒聽到什麼東西是 感覺就像在聽新聞一樣你知道嗎 明明就是他是在分享美股的看法 可是我聽完之後我覺得就是沒有看法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那個意思 長期有在聽某些台的人 你大概有辦法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他說他要分享看法 可是我聽到最後我沒有聽到他的看法 他就是在那邊給我打太極 很奇怪 嗯 我覺得一個很明顯的一點啊 就是有時候我們那個podcast 不是會去跳說哪一集你還沒有播放完 還是說呢 有些代播清單他就在那邊 你這一集聽完之後他會給你跳下一個代播清單 有時候我以為他跳最新的那一集了喔 結果呢 聽完以後我再回來看一下日期 靠杯去年的 那大概就是一個意思 他一直都在講一樣的東西 他一直都在跳針 你其實聽不到什麼東西 你在追蹤他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沒有追蹤好像會錯過什麼 可是其實你根本就不會錯過什麼 因為他就一直在那邊跳針 他就是一個新聞台 就這樣而已 然後呢 人家新聞台講的可能是最新的東西 他是有提到最新的東西 但是他都在講一樣的東西 好 我比較不喜歡的大概是這一種 可是我也生氣不起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你會覺得說很想嘴 可是這個東西我還好沒有到很想嘴 可能偶爾會哭手笑一笑就算了 好大概就是這樣 感謝你的斗內 好來下一位 下一位這個是在我們Discord這邊 他斗內SOL Solana B 這位是70.SOL 有域名的 他說他斗內台幣 不是台幣 他斗內SOL Solana 1.69顆 1.6969 好他說 孫王想聽你介紹 BTC閃電網路 好這個斗內有點多 這個大概斗內了多少錢 應該是1000多塊 台幣 我也不知道現在瘦一顆是多少錢 如果是在他很高的時候 什麼一顆100美金200美金 那個時候 這個很大筆的斗內你知道嗎 好 那這個稍微講一下 比特幣閃電網路 其實也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這個東西 你如果去搜尋比特幣閃電網路的話 大概會看到一些什麼 2018年左右的一些教學 或者是新聞 因為他是大概是那一段時間的新聞 閃電網路 然後 如果你在看一些什麼 2022、2023的 只要看到閃電網路的 可能你會看到最近在講一些 薩爾瓦多 因為薩爾瓦多 他們使用比特幣當作法幣嘛 然後可以平常做日常教育 這個就是用閃電網路 它的好處就是呢 你在買咖啡的時候 有辦法也可以用到比特幣 一般來講你要在日常消費行為使用比特幣 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那個手續費會比較貴 如果說你今天買一杯咖啡50塊 可是手續費要十幾20塊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可能去拿這個東西 買小的支付了 可是你如果想要讓比特幣 可以作為小的支付的一個手段的話 你就需要把那個手續費降到低一點 好 那我們再講比較微小一點 如果我今天想要給你10個SATOSHI 10個SATOSHI 在那個比特幣的主網上面要給的時候 可能就需要扣到 嗯 蠻多的啦 不只10個SATOSHI 就是我要給你10個SATOSHI 結果我要付的手續費 就是鏈上使用的那個礦工費 可能要付幾百個SATOSHI之類的 可能不只 我沒有認真去看說到底是多少 反正一定會超過10個SATOSHI 可是如果今天你只是想要給10個100個SATOSHI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閃電網路 好那之前許明恩他有寫到閃電網路的文章 然後他有在鼓勵大家去使用一些 跟閃電網路有關的錢包 然後呢他的鼓勵的方法就是 只要你呢 呃留言還是怎樣的 然後他就會轉10個SATOSHI過來給我們 好啊這個10個SATOSHI對我們來說都是DUST 然後那都很少很少 可是他有辦法給你10個 那就表示說呢 他的手續費是很低很低的 那這就是閃電網路 他能夠帶給大家的一個方便性啊 他有點像是Layer 2 或者你說策鏈也可以 他就是掛在那個比特幣之外的一個支付系統 他是鏈下的 在鏈下呢幫你做支付的一個手段 那如果說不要講閃電網路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呢 假如說我們今天想要做比特幣的小額支付 也可以透過币安來完成這件事情 什麼意思 比如說币安支付啊 币安支付要讓你去支付那個小額的比特幣 他可以做到不要手續費 因為那是交易所跟交易所之間的結算 那這樣的話 他也像是一個閃電網路的感覺 也就是說 我們沒有去用到主鏈上面的東西 然後在鏈下呢 去做這個交易的行為 那閃電網路呢 他是比較接近鏈那一邊的 如果你今天用币安的話 你會覺得非常的中心化 那閃電網路呢 他也是有一點點中心化 應該是說蠻多的啦 如果你有去看PTT那個版主 PTT那個Cryptocurrency Digital Currency Digital Currency的那個版主 黑壓大的講法的話 他對閃電網路他就蠻那個 他就蠻不喜歡的啦 因為他覺得說這個東西 他就是很中心化的東西 他比較偏向於想要什麼擴容啊 降低手續費的那個比特現金那一套啦 他比較想要那一套 他不會覺得說因為有了閃電網路之後 對比特幣是一種加分 他覺得說那是 害比特幣比較不去中心化的一個 的一個做法 那閃電網路的支持者呢 他會覺得說比特幣 他如果有了閃電網路之後 他就能夠解決他的那個擴展性的問題 他就能夠 在小額支付上 不會佔用到太多鏈上的空間 你看我們上一集在講比特幣的NFT的時候就有講到說 這個比特幣的NFT他可能會佔用一些區塊鏈的空間 然後佔用區塊鏈的資源 那閃電網路呢 他就是希望說他可以不要去佔用到 然後呢 他也可以不要用到這麼多的手續費 他只是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我是這樣想的 我不會把閃電網路跟比特幣把它綁在一起 我不會這樣想 因為比特幣就是比特幣 閃電網路就閃電網路 我是把它想成跟 幣安支付差不多的意思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斗內的部分 應該講蠻久了 我好像有點講太久了 500節 好 那 交代一下 不好意思啦 這一段時間呢 更新比較慢 請大家多多包涵 我們沒有跑路 沒有跑路 大概 大概到那個4月底啦 因為我們最近真的是比較忙啊 大概到4月底 差不多 4月底以後 我們的更新 應該就會比較正常了 我也說不準 應該啦 就好像我們在看大盤 大盤接下來會不會漲到16000 應該啦 不知道啦 不確定 我連我自己的事情都說不準了 怎麼可能連縮盤會說得準 那今天這一集呢 本來上個禮拜就可以出了啦 可是上個禮拜那一集呢 本來已經做差不多了 剪輯師第一版都已經剪出來了哦 可是老闆說他不喜歡 所以就砍掉了 老闆不喜歡的理由 應該就是因為骨癌啦 呵呵 因為就是 呃 除了他不喜歡以外 也有 也有那個因為被嘴到了 然後想說 哦幹 啊他嘴到了 那我現在 丟上去 那不就對號入座 我AI焦慮啦 呵呵 有時候啊 做完的podcast啊 或者是 Facebook的po文 可能會因為某一些原因 然後就 沒有上架 所以其實不是 沒有更新 而是因為 呃 胎死腹中啊 我記得有一次啊 老闆在Facebook打一篇非常長的文 那他那一篇文呢 好像是在講台股的吧 哦 應該是在這 在講一些最近台股的事情 年代有點久遠了啦 我有點忘記是什麼時候了 反正老闆他那個時候打了一篇文章 在Facebook 他打完之後呢 按完 送出 以後 那Facebook的頁面就在那邊轉圈圈 一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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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文章就是沒有發出去 哦 我只在分享一個故事 然後那時候圈圈一直轉 那就想 那個老闆就想說 啊幹 慘了 打完以後沒有存檔 直接在Facebook的頁面上面打而已 啊也沒有複製 應該蠻多人在寫文章 有些人有在寫文章的 應該有遇過這件事情 就是你寫完一大篇以後 然後打 然後他在那邊轉圈圈 然後就沒出去嘛 對不對 好 啊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篇文就是發不出去 啊也沒辦法 沒辦法讓你把剛剛打的那個東西 複製下來啦 然後那一篇文就這樣消失了 那你就只好重打 完全都沒有記錄什麼東西這樣 所以有時候那一陣子 蠻常出現的啦 所以老闆他在打文章的時候 有時候他呢 他就會先到記事本裡面去打一打 然後再拿去貼在Facebook上面 欸就因為這個原因 發文就變少了 啊有時候也會因為類似的原因 Podcast變少了 啊這種事情都發生不止一次了啦 最後老闆就會想說 啊算了 反正發文的那個feel已經過去了 然後再打一次又不會一樣 可能也不會覺得很精彩 然後情緒也不見了 那就沒有發了 所以說Podcast有時候也會這樣啊 我錄完以後 然後被老闆嫌棄 欸欸他覺得說 欸沒什麼好笑啊 啊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內容呢 好像沒有學習到什麼呢 你再去多練一點書好不好 然後Podcast就被刪了 好所以你現在知道了齁 老闆啦 老闆毛真的很多啦 毛超多 都他啦 不關我的事 那AI焦慮的部分呢 有人說想聽啊 其實AI焦慮很簡單啊 就是看到AI這麼厲害 我會覺得我存在的意義 好像變得很薄弱 你知道嗎 感覺我可以去吸吸耶 大概是 總的來講是這樣的感覺啊 好那你看最近 那個ChatGPT GPT4 出來了嘛 然後呢 昨天又有那個 微軟的那個 火力展示大會 那你看一看之後 就會覺得說 哇靠 這個根本就是直接整個就典範轉移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 接下來要怎麼辦 那接下來盤怎麼走 我幹嗎 完全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有啦有買啦 有該蹲的東西也有蹲啦 可是就是覺得說 哇 這個東西沒遇過耶 你要說像之前的Dakam Bubble嗎 好像也沒有很像耶 說像也 要說 硬要說像 也蠻像的啦 要說不像嗎 也不像啊 他們又沒看過 但是不一樣的事情嘛 雖然說歷史總是會重演 雖然說人類總是忘不了某些教訓 可是 這一次真的很特別啦 真的還蠻特別的 那我們是比較喜歡 那個 觀察者的角度啦 就是 盡量用看的 盡量不要在第一時間講一些什麼 因為如果你在第一時間講出了一些什麼 或者說呢 你第一時間在那邊大放厥詞 然後在那邊一副自己很邱的樣子 我覺得啦 常常都是這樣啊 過了兩三年之後 再回來回顧你自己的貼文 你就覺得你 看到時候 你那時候是不是北七啊 到時候到底在幹嘛啊 到底要逛他小啊 我覺得都會這樣 所以 在這種看不太懂的時候 就會盡量想要少講一點 盡量多看 然後呢 偶爾嘴一下 大概只有這樣而已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沒有要講時事啦 你也知道我們這一種更新的速度 十四這種東西我們真的跟不上 很多時候喔 那個事情才剛發生 我們才在想說 欸 不錯喔 好像可以講一下喔 然後 欸 被鼓還講掉了 被鼓還講掉就算了 講的還真不錯 短短幾句話 他就被他講完了 什麼币圈的事情 一下子就被他講完了 之前那個FTX 他講的真的是不錯 那我就覺得 看我也不用講啦 我空下小啊 不用啦 好 然後我就會發起了 啊他就講完了 我是要講屁喔 好啊 就這樣 反正大家都有聽鼓還嘛 聽鼓還的人絕對比聽 聽損亡的人多嘛 那我就覺得 喔 我不用講了 你如果是像ミューラ那樣 ミューラ就會覺得說 欸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這個什麼 聊一下我的看法 他是不是會這樣 就 你要 想要把一件事情 覺得說人家已經有講過了 然後你要再講一次 除非你有那種 很不一樣的看法 還是說你覺得 你的 你的講法特別好笑 那我才會想要再講一次 不然的話呢 你聽到野了 聽到我還要衝阿小 那我就會覺得說 除非啦 如果說我們今天真的要做日更 然後明明知道別人已經講完了 而且講得很好 然後我又要再講一次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除非我能夠做到 把它當作是 它是平行時空 它不在我這個時空 不然我做不到這一點 好 今天又來講一個 最近應該大家都不可能會講到的東西啦 為什麼 因為我看了一本舊書啦 我分享一點讀書心得 我最近看到一本書 我覺得很適合這段時間用 應該說 蠻多時間都用得上的 然後我看完之後 因為我之前沒看過這一本 然後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 很棒 很洗眼睛 之前不是在那邊嘴說 有一本書 很沒誠意 那本書其實也不是說寫得很爛 但是就是覺得很沒有誠意 然後看完之後覺得很不爽 那這本書剛好就幫我洗了一下 洗了洗我的眼睛 我覺得這本很棒 然後為了這一集節目 我看了大概三遍吧 第一遍快速掃過 第二遍 我從頭到尾 我地毯式的少 從頭到尾快速掃過 第二遍我就畫了畫重點 畫完重點之後 我在針對重點再看了第三遍 這本書叫做 投資最重要的三個問題 他的名字就這樣而已 投資最重要的三個問題 可能有一些人看過 因為這本書已經是舊書了 他真的不是新書 而且已經再版了好幾次了 作者是 Ken Fisher 肯恩廢學 他是翻肯恩廢學 可是我去看他是Ken Fisher 漁夫 在看NBS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 Farmer 農夫 Fisher 漁夫 Cooker 是Cooker嗎 Cook 就厨師 啊沒有啊 開個小玩笑 會不會等一下 又有人在那邊 給我留一心留言 人家媽媽幫他取一個 漂漂亮亮的名字 然後就被你在那邊 輕蔑的侮辱 然後在那邊開玩笑 開玩笑也要有個限度吧 一切都是巧合啦 一切都是巧合 什麼巧合 我看書的方式是這樣的啦 就是會有很多本 我沒有看過的書 在那邊等我 啊這個都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看人家的推薦 比如說有一些人啊 他會丟一些他推薦的書單 他覺得說什麼東西必看 那我就會去把那個書呢 先把它 比如說照片拍下來 然後準備好啊 看是要買啊 還是要去那個什麼 圖書館找一找啊 那個high read 看一下啊 沒有的話再買電子書啊 反正就是會有很多本 我沒有看過的書 在那邊等我看 那我看哪一本很順眼 我就拿哪一本 起來看 看完以後呢 如果我覺得說那本書真的很無聊 我就把它忘了 忘掉了 啊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我就回頭再把它重點掃幾遍 那通常最多就是看兩遍啊 那因為節目的關係看了三遍 我覺得這本真的很不錯啊 為了節目要分享的關係 我就多看了兩遍這樣啊 這本書叫做 投資最重要的三個問題 啊如果說你今天看書名的話 你就會想說 哦 是不是投資之前 要先問自己這三個問題 欸 他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可是呢 我覺得他這本書啊 三個問題 的角色成分沒有到很強 他這一本書主要應該說 不是在講三個問題 哦 這個三個問題可能只是 嗯 一個裡面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雖然說他重複提到三個問題 可是其實我覺得三個問題的主角成分 沒有很大 他整本書比較重點的是 他在除媚 哦 可能是這三本 這三個問題的鋪陳啊 反正就是我覺得他的除媚啊 然後還有他的一些證明 我覺得做得很棒 哦 就很少在投資書籍裡面看到了這種 寫法啦 可能我看的書不夠多啦 我不知道啊 我現在講話都很小心欸 我都很怕得到誰呢 好啦 那他主要的意思是說 人類天生就是一種憑感覺投資的話 很容易會虧錢的一種生物 再講一次 人類天生就是如果你憑感覺投資的話 會很容易虧錢 哦 那在念書的時候啊 我們常常都會聽到別人在那邊護嘴 哦 在那邊講說 你怎麼敢用feel來寫這個題目 哦 比如說在寫英文的時候 哎 為什麼你要選A 答案明明就是C 為什麼你要選A 你的理由是什麼 啊就是說feel 我就感覺這一個是對的 為什麼他們會說feel呢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今天去問那個英文很好的人 啊他寫對了 然後呢你就問他說 哎 為什麼這一題你知道要選A 你可以說得出理由嗎 那個英文很好的人 他常常就會跟你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就是這個答案 然後我的feel就這樣啊 然後有些人就覺得說 啊 那我就是要一直念英文 一直念英文 一直念一直念 然後就會有feel 啊有feel的以後我就可以靠feel寫 我覺得不太對啦 因為如果你的母語不是英文 然後呢 如果你不是念什麼語言學校的 然後你常常接觸英文的人 你的feel沒有效 大概就是這樣啊 啊如果說你今天不是天生神力 然後天生天才 那你憑感覺投資的話 可能就很容易虧錢啊 啊如果是你是一般的生物 你是在平均值之內的 那你憑感覺去投資的話 也很容易錯啦 就很容易會出事情啊 所以說你投資之前啊 在你很想要下單買進之前 很想要停損逃跑之前 我在這本書的說法 是這樣說的 他說你要先問自己說 欸我的大腦這一次 是不是又在騙我 你的大腦真的很有可能會騙你 怎麼說呢 因為你的大腦是為了保命而存在 長久的這樣演化下來 你的祖先遺傳給你 應該不是說遺傳 就是說我們這種生物 有些東西是被寫在基因裡面的 比如說你剛生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教你 你就知道怎麼喝奶 這個東西是寫在基因裡面的 你知道碰到很燙的東西 馬上要把手伸開 因為你要逃離這個危險 這個是寫在你的基因裡面的 這個反射動作 你本來就會了 應該說是我們這個物種呢 可能某些時段之內 它本來不具有這個能力 可是呢 為了要活命 為了要活下來 演化呢 就給了你這個功能 那你的大腦呢 你的感覺呢 是為了要讓你活下來 有可能不是對你這個個體有利 只是對整個群體有利 對整個人類社會群體有利 那你的感覺就是為了這一切而存在 你知道意思嗎 有可能為了整個群體 犧牲你這個人 可以讓大家過得更好 那你的大腦有可能會騙你 讓你去犧牲 你知道這個意思吧 要怎麼舉例呢 好我舉個 看我也不知道怎麼舉例呢 演化上來說就是這樣 你今天演化出了一個新的功能 這個功能呢 有可能一點屁用都沒有 有可能是對你有害 通常是對你有害 那很少呢 是對你有利的 你知道嗎 因為它是逝者生存的一個狀態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個缺點 它出現在你的身上 可是這個並不影響你的生存 然後呢 它也不會害到你 不會害到你被添責 這個東西就會一直保存下來 你也不會感覺到 它對你有什麼影響 可是呢 在你憑Fu去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影響到你 尤其是在投資這一種 不會影響到你的生命危險的行為之下 你的Fu可能是不準的 好啦 那這是題外話 這是我講的啦 這個不是他講的 好我先講他 這本書裡面講的有哪三個問題好了 我怕今天這一集節目可能會很長 我現在考杯 我現在才講三分之一 第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哪一些事情 我們一直相信 我們一直覺得那是對的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錯的 他說投資之前 投資最重要的三個問題裡面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們一直信 可是他其實是錯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先把三個問題講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去發現 別人參透不出來的事情 他這個第二點講的有點不太夠鮮明 你可能要直接去看這本書 你才能夠明白他到底在講什麼 好 那我自己是覺得他應該在講說 發掘其他投資人常常會忽略的事情 你要盡量去看別人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特別是不要被大眾牽著鼻子走 那這個大眾有可能是專業的大眾 有可能是一般的誤核之眾 不要被牽著鼻子走 然後呢 等一下會有重點 我會再跟你講 就是並不是說 你知道他們往哪邊去 你就反著走就可以了 不是 好 這個等一下會說 這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要去發掘其他人常常忽略的事情 好 第二個問題 然後第三個你要問自己的問題是 我的腦袋這一次是不是又在騙我 像我們開頭講的那樣 你不要被自己的feel騙了 人類之所以有辦法在投資 在進行投資決策的時候出現很瘋狂的動作 那個是因為呢 我們大腦的原始設定 本來就不是為了要讓你在股市裡面賺大錢 本來就不是為了要讓你在市場上面呼風喚雨 其實是呢 它是要讓你適應原始的原始人生活 所以你的大腦的設計其實是這樣的 就算你從原始人進化到 不是說進化不能講進化 講進化就很不生物 就算你今天從原始人過渡到現代人 同一種人啊 你過渡過來之後呢 原始人的那些東西可能還是刻在你的基因裡面 所以你的feel其實是不準的 好 那第一點的話呢 第一點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說就是 第一點是什麼 我再看一下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們一直相信 但是其實是錯的 那這個第一點呢 如果我們用一句話簡單的來說就是 你不要去相信那些沒有根據的看法 很多時候你在報章雜誌上面 在網路上可能會看到很多專家提出很多那種 看起來好像對 然後想一想好像又怪怪的這種看法 可是專家又講得非常的肯定 這種東西呢 有時候它常常是經不起事實的驗證 你就沒有去驗證它 如果你去驗證它的話 你就覺得其實還蠻脆弱的 比如說sale in May and go away 這種不要講英文了 那個五窮六絕七上吊 這種東西呢 它有時候其實是經不起事實的驗證 然後你有時候在看一些股市節目的時候 它會跟你說 通常我們的開紅版之後怎樣啊 它經過大數據的統計 沒有大數據 它可能是二十幾年 這樣二十幾筆弄下來這樣而已 這根本就不叫大數據 你去跟那個教database的老師跟他講說 二十筆是大數據 他會笑死 他會跟你說你他媽這是表單而已 你在那邊跟我講那是database 笑死 那主要就是專家常會提出很多 事實而非的看法 但是這個東西它是經不起事實的驗證 可是大家都信 有時候這個東西根本就錯了 又或者說即使有一些事 它真的是真的 這些已經不是迷思了 它是真的 而且是大家都相信的事情 可是因為這個東西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相信 然後這東西又很古老 那這一件事情就會對投資一點幫助都沒有了 比如說忘記淡記 忘記淡記這種東西 不會是你操作上的好朋友 他可能只是拿來參考而已 這樣OK嗎 那他的投資第二個問題 投資第二個問題他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發現別人參透不出來的事情 那他的第二點簡單講就是 如果你要賺錢 你就是要去找一些沒有人知道 或者說有人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們不信的一些事實 重點是事實 不是跟人家反著做 那他的第三點就是說 我的腦袋這次是不是又在騙我 就是要克服一些會讓自己的投資不理性的心理障礙 講白話一點就是瞭解自己啦 喔幹講的太激動了 我現在 呵呵 口渴喝個水 我想要再講慢一點好了 講慢一點 講慢一點 等一下我講慢一點啦 太激動了 好接下來轉換一下風格 去唷一點 主要就是那三個問題 他講完了之後呢 其他的我覺得都是在除媚了啦 除媚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破解一些迷思 這些迷思呢 他就在他破解的過程中 我覺得看起來還蠻爽的 很有幫助 幫助的地方是在他很 可以幫你穩住你的心態 你會感覺說 好像有一個人呢 他研究了一大堆東西 當然你也不能盡信啦 可是呢就比那些專家看起來的 嗯 比那些專家講的那些 東西呢 感覺比較有根據一點啦 跟誰比 就跟那些那個 比如說拿我剛剛講的嘛 20年的數據拿出來 然後跟你說 哦股市通常是這樣 或者說呢 看到現在的K線 然後去對照一下 2000年崩盤之前長怎樣 2008年之前那個時候 要崩盤之前 要崩盤之前長怎樣 啊這種的 我覺得更有根據啦 就不要在那邊自己嚇自己啦 整本書看完以後 覺得很補 很對我的胃口啦 當然對我的胃口 不代表他就好用嘛 一定對嘛 可是他就很合我胃口啊 那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看這本書 是什麼感覺啦 搞不好這本書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很淺啊 那我接下來呢就整理一些 我自己覺得是重點的地方 然後我看完以後覺得 嘿 嗯 本來一些想法在心裡面呢 是沒有很確定 可是看完以後就覺得說 哦 有幫助 是有搞頭的 好 那接下來我會用流水障的方式呢 去跟大家分享 我看到的這些 我覺得是重點的地方啦 那當然這個東西只是這本書的一小部分而已 哦 他的整本書大概多少頁啊 我不確定他多少頁啦 因為我在電子書上面看 我是可以隨便指定說 我大概要顯示多少 你知道那意思嗎 就是我大概可以選那個 決定 這本書他的那個字有多大 所以他的layout是長怎樣 哦 所以我的頁數並不代表說那個東西 就真的是這個頁數 你如果把他字收到很小的話 他可能兩三百頁就看完了吧 啊如果放到很大的話 可能他可以變成五六百頁吧 反正我整本看完之後 我是覺得看蠻久的啦 我一本書大概 這一本我大概看了兩個禮拜哦 哦 應該有兩個禮拜 好 那我接下來就是流水障的 把這些他講的東西呢 我覺得是重要的 我講出來啦 那他裡面還有很多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 好首先第一個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被震撼到的是 也不是說被震撼到 就是我覺得講得很好 就他講說本益比 這個東西沒有預測的能力 好 那我們常常會在節目上面看到說 本益比已經太高了 現在的本益比 現在的估值有點過高 那現在的本益比很低 我們該買囉 現在本益比很低 價值可能已經浮現了 很多人很愛講本益比 那本益比這個東西 真的有這麼屌嗎 當然也有蠻多人會說 本益比這個東西呢 就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有啦 蠻多人在說的啦 那當然也有人呢 他買進的理由呢 他會用那種本益比 怎麼說 比如說像特斯拉之前啊 大概跌到本益比 剩下30幾倍 好像3040倍 37倍吧 因為我那時候看那個 不敗教主在講37倍 他說很貴喔 我記得他好像講很貴喔 他說本益比37倍 好貴 根本就不是正常的估值 他就講這個 那本益比這個東西呢 他在這本書裡面就講說 沒有預測能力 什麼意思 就是你沒有辦法看說本益比很低 你就預測到這一邊是底 然後呢你也不會因為看到本益比超級高 你就能夠說這個股票太貴了 這個不一定 而且呢還有一點點相反的意味存在 就是說這支股票剛好就在他本益比很高的時候 他反而就是走勢非常棒 然後在本益比很低的時候呢 他就是死魚就死在那邊 可能你這一輩子他都談不起來 你在那邊價值投資他根本就談不起來 有這樣的 那本益比沒有預測能力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這個高跟低 你是抓不準的 你沒有辦法因為本益比的高低就預測說接下來是便宜還是貴 他沒有預測能力 所以他的破解迷思呢 他就是會拿一些他覺得是正確的東西 然後來跟大家說這個東西為什麼他覺得是這樣 那我們平常在講東西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在節目上面講一件事情 那都是我認為可是我不一定有辦法像他這樣 拿這麼多東西去佐證我講的事情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可是呢他可能只是從我的所有經驗裡面去提取出來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在網路上面跟大家分享的人 他大概也是這個樣子 就比如說我們講自由人好了 自由人講的東西有沒有可能呢 只是他剛好在市場待久了 然後呢他覺得是這樣 那他的樣本有幾年 他看的是幾年 他有沒有辦法告訴你 百年來兩百年來的數據 好 那也不是說拿了一百年兩百年 那那個數據呢就一定會更好 那個不一定 我只是說 你知道有一個說法叫以偏概全嗎 假如說最近十年之內都長這個樣子 那下個十年呢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那他告訴你的這個事實 還有他的經驗 你覺得說你聽他分析完之後覺得題谷灌頂 你覺得可以把它當做你的投資依據 可是他講的這個東西搞不好只是上一個十年發生的事情 下一個十年搞不好不是這個樣子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們在聽人家分享的時候 我大概就也會 這也不算暢反調吧 就是我會這樣看啊 就是他有沒有一片概全的成分存在 比如說像死多頭 死多頭呢就覺得說市場就是長期向上 那過去20年的確是這樣 在2021年的時候 你把那個看盤軟體打開 很多那種大型科技股啊 你就看 他的股他的股價就是左下角走到右上角 對不對 那接下來會不會一樣呢 不確定 那我們現在覺得intel很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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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年會不會長起來呢 不確定 就是不知道 可不可以壓 可以壓 可不可以all in 不要不要all in 萬一你錯了呢 這本書呢也有在講這件事情就是萬一你錯了呢 你就是要怕 怕萬一你錯了呢 你真的就對嗎 所以不要all in的一個重點是 就是萬一如果你錯了呢 你不要想說 沒差我可以停損啊 你all in 你停損點是多少 10% 你all in的10%不就總資產的10% 你停損的時候不就10% 一直被這樣割10%割10% 那你也殘廢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啊 就是 也沒有辦法壓太重 你壓太重的話 那那個停損就很可怕 好 那這本書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很重要的地方 就在他破解的一些迷思啊 那他有點在講說 你要知道一些別人不知道的事情 他的說法是說 你先看大家要他是怎麼看的 然後呢 你知道大家都怎麼看了以後 你就盡量不要跟大家一樣 這個意思 那有點像是呢 我們現在網路上啊 蠻多分析師 對吧 那應該叫分析師吧 小小分析師 分享日常啦 然後他們會說啊 記錄自己的交易啦 好小咧 記錄自己的交易 那你就自己打在你的word上面就好了 好啦不想嘴啦 反正就是分析師很多啦 分析師比看分析的人還多 可能他沒有執照啦 可是他就是會去分享他的東西嘛 對不對 那這些人呢 他們的看法會稍微慢一點點 通常能夠在第一時間敢講出來的 我覺得不多 你敢在第一時間講話 然後完全沒有參考別人看法的 我真的覺得不多 你可能要比較自戀一點 然後呢 你可能要 你是前輩吧 什麼之類的 你才敢 你才敢那個 在第一時間之內講出你的看法 好那有出頭鳥之後 第一時間有人講了 講完之後呢 大家就看 看完之後呢選邊站 選完編之後就開始 講一些 比較像是copy past的 的那個 自己的看法 好那這都沒差 主要就是呢 你要知道一些別人不知道的事情的話 你就是先看大家怎麼看 像我這樣 我很慢 我超慢 我都會先看大家怎麼看 好那 他這本書 我不是看完這本書之後我才這樣 我是本來就這樣 好那 這本書裡面講的就是說 你先看大家怎麼看 看完的時候呢 你知道了以後 你盡量不要跟大家一樣 可是他意思不是跟你說唱反調 比如說大家都在看多 不是不是說你一定要看空 技術上來說 唱反調的人 他呢可能會覺得說他已經知道了 大家認為會發生的事情 不會發生 欸這個看起來沒有錯 就很像說 大家都是在那邊看多嘛 啊大家覺得市場一片心象肉嗎 然後你就跑去唱反調說 欸哪有 這個就是崩盤的前兆 這就是泡沫 可是你就是不要 你只有一個唱反調的人 你可以唱反調 可是你不要以為相反的事情一定會發生 不是說大家都看好 相反的事情就一定會發生 這個是比較危險的事情 那我們再進一步的探討就是說 市場呢 他常常會很有效率的把那種各種訊息 然後他會打折 然後呢他會press in 如果說大家都覺得股市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可能不會發生 可是他不會發生 有兩種可能 什麼意思 比如說大家今年看好台股會上一萬八 這樣喔 你先記好這個前提 大家今年看好台股上一萬八 很多人 大部分的人都這樣看 那你今天身為一個不要跟大家一樣的人 你有什麼做法 有些人他就會唱反調 哪會上萬八 我覺得會下去九千 那這時候你就做空啊 你做空的話呢 你有可能會錯 你為什麼會錯 你跟大家做相反的啊 你跟大家不一樣了啊 你做大家都不一樣的事情啊 那為什麼你會錯呢 因為他們呢 有可能錯 你唱反調 你也有可能錯 因為看錯有兩種 一種叫做看錯方向 另外一種是看錯那個幅度 聽懂嗎 我是從這本書裡面聽那個看到了 然後我去做一個稍微小小的改編啊 意思就是說看錯有兩種啊 一種是你看錯方向啊 另外一個是你看錯的那個幅度 什麼意思 大家覺得會漲到萬八 那你跑去做空 你是覺得會跌到九千 那你有可能兩邊都錯 怎麼錯 不是漲到萬八 是漲到三萬六 所以說看錯有兩種 那看錯哪一種是比較嚴重的呢 看錯邊比較嚴重 如果你是看對邊然後看錯幅度 那還好 如果你是看錯邊然後又看錯幅度 幹你就被嘎爆 所以可怕的是在這裡啦 不是說唱反調就一定對啦 如果很多人都覺得股市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可能比較不容易發生 為什麼 你就想它的底層邏輯大概就是 大家都看好這一支股票 大家都買進了這一支股票 那接下來它要怎麼漲 所以它的邏輯就是像這樣 大家都覺得說這支股票接下來要漲 大家都已經買好了 那它要怎麼漲 所以它就比較不容易發生 反而會發生別的事情 然後也有一種可能就是 大家都已經上去了 然後大家都覺得 大概就是漲到這裡 然後大家漲到那邊的時候 大家就下車了 結果它就再繼續噴 漲到這邊 再繼續噴到一個 嚇死人 噴到超遠超遠的地方 大概就是這樣 反而會發生其他的事情 這個其他的事情 不一定代表它是相反的事情 不代表說發生的那件事情 就是完全相反 可能是不一樣的幅度 假設大部分的人都覺得說 股票要上漲了 這個不代表股市即將要跌 或許股市可能會跌 可是它也有可能跌一下下 又回到原點 這樣的話呢 不管你是多還是空 大家都錯了 或者說股市真的是上漲 可是它就是遠遠超過 那些看多的人的預期 結果大家又猜錯了 這就是市場有趣的地方 那你回顧 它那本書說 你回顧整個歷史 這些事情都曾經發生過 而且發生的幾率也都差不多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暢反調的人 你看到大部分的人都覺得說 市場要走高了 結果你去賭它要下跌 結果市場不只是上漲 然後呢 還超過大家的預期 漲超多 那你就是最北欺的那一個 所以重點是要放在哪裡 是要放在說很多迷思 所謂它叫做迷思是 它並不是完完全全的真實 它可能是部分對 那它可能只能夠進入科學上 我們說假說的狀態 你不可以把它當作是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那種定理 那既然說這個假說錯了 那它也只是不夠嚴謹 沒辦法進入下一個階級 並不代表說它反過來就會對 那也就是果然在講的 如果你能夠找到反指標 那你賺到啦 你跟它反著做就好啦 可是問題是那個迷思 只是迷思而已 它沒有完全錯 那它也不一定會是反指標 它如果是反指標的話 你等於是找到聖杯 只是說那個因素呢 之所以是迷思它 是因為它跟投資的結果好壞 沒有關係沒有關聯性 所以說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按照迷思來投資的人 你可能還是有一半的機會 有辦法對 因為那還是運氣啦 那跟你的看法沒有什麼關係 那再講一個就是 我們前一陣子啊 在開紅盤之前 就會有人在那邊講說 開紅盤之後如果怎樣怎樣怎樣 那它可能接下來呢 上漲的幅度是怎樣怎樣 它的統計的數據裡面 你要去想說 它的那個上漲 為什麼那一年是上漲 你可能統計裡面看到很多年呢 都在那一個月上漲 可是那一個月上漲 它到底是在什麼樣的 時空背景條件之下 可能是超級大崩盤 然後反彈的一個上漲啊 那這樣代表好嗎 那也不一定 對不對 所以說運氣成分還是蠻多的啦 如果你分不清楚是不是運氣的話 那也真的還是蠻奇怪的啦 那比較危險的就是說呢 你是靠運氣贏的 可是你以為那是實力 結果你又繼續的去把那個這個東西去把它放大 然後因為贏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去加大你的部位嘛 對不對 那你就把這些好結果啊 你就覺得說 這是因為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對了 那我下次就這樣做就好了 那你可能就會放大嘛 那放大了之後呢 結果下一次運氣不好 你就摔得很慘嘛 那摔到很慘之後 你才知道自己是錯的 這個時候很痛 所以認清自己很重要啦 那如果說你今天只是把投資當做是賭博 那這樣應該是沒什麼差 你知道自己是賭博 你當然就不會放太多嘛 你不會因為說啊 跑去拉斯維加斯 然後就在那邊all in 不會嘛 你就是小賭儀情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一個機會 你不一定看得出來這個是機會啊 那你也不一定看得出來這個是值得all in的事情啊 如果像我剛剛講的這樣的話 對大多數人來說 這真的是你想要的嗎 這個就是 作者想要告訴大家的很重要的一點啊 欸我不知道我是太久沒錄 然後很搞耶還是怎樣耶 我現在看時間走的話 我好像已經錄了有點太久了 然後我在看稿子 我整理的重點呢 我現在才講不到一半 不然我這樣好了啦 我今天這一集呢 我就先講到這裡啦 然後 因為我怕我今天弄太長 然後大家聽了也不爽嘛 我說的聽不爽就是 搞不好你不喜歡這個主題啊 你不喜歡我講這些東西啊 你會覺得說啊我自己去看書就好 我幹嘛要聽你講 然後你的那個 好啦 這樣嘛 如果大家覺得聽完之後覺得還不錯 然後想要繼續聽這本書的介紹的話 就是聽我的詮釋的話 那你就找地方吹捧一下 讓我知道說欸今天這一集不錯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其實蠻少收到聽眾的回饋 我覺得蠻少的 不會像古萊這樣 很多留言會一直更新一直刷新 有沒有 我只有看到聽 可是聽完之後呢 我比較常看到的是訂閱掉了 蠻常訂閱掉了 什麼意思 Facebook的發文發出去 訂閱開始掉 不然就是一集新的那個集數上去之後 訂閱掉了 我好像在提醒他們要記得取消訂閱 我覺得還蠻奇怪的 我當然也不是說我很在意還是怎樣的啦 就會覺得說啊我是不是不要發新的 我的訂閱就不會掉 並不會 好啦反正就是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一集不錯的話 那給點回饋 我大概就知道說 我下一集還可以再繼續講這個 好 最後呢我們今天就先停在這裡啦 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繼續把這本書分享完啦 然後一些相關的連結呢 我會放在資訊欄 有需要的話你再去看一下 好那我們最後看一下我們的那個Podcast的留言 有一個一星的啦 那那個呢我有看了 那我也深刻反省 可是一星的話就不唸了 你真的很想罵 然後被我唸出來 你就留五星 然後隨便你罵 人身攻擊隨便 我也不知道你要攻擊誰 好那我們今天呢就只有一個留言要唸 一個五星的留言 這位來自小小小小小小小生123 他說損王讚讚 支持損王繼續嘴網紅 另外想請教一下那個用來做字幕的軟體能否分享 感謝 可以啦這個東西我有先 我看到這個留言之後啊 我有馬上截圖下來 然後發在那個IG的限動上面 我不知道這位留言的聽眾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我現在在用的字幕軟體叫做 也不是軟體啦 它是一個網站啊 它叫做goodtap g-o-o-d-t-a-p-e 那它蠻好用的 只要把音檔丟進去 它就可以幫你把它全部轉成文字 我覺得比那一個叫 我忘記那叫什麼了 雅廷嗎 雅廷主制稿 我覺得比那個好用耶 雅廷主制稿要錢嘛 這個不用錢 暫時啦應該是暫時不用錢 我覺得它超準的 我上一集不是有講說什麼 拔杯嗎 欸它連拔杯它都有辦法把它打成直角 你知道嗎 它聽懂台語喔 聽懂台語就算了 它把它打出中文版耶 拔杯的中文叫做直角 它給我打直角 我覺得它超屌 超棒 那現在就是直逐日稿丟進去 它就可以給我95%吧 我覺得95有喔 95%正確喔 然後有一些音檔呢 我聽得很不舒服 我很不想聽 那個怎麼講 比如說側錄的 比如說它參加什麼演講 什麼活動啊 然後側錄的 然後需要聽啊 那你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之後 它就幫你輸出主制稿 你就用快速把它看過去 句詞讀這樣看過去 你就可以不用聽那個音檔 欸不錯耶 今天如果是Podcast要轉出來 轉成中文 好像也不錯 只要你有辦法把那個Podcast 抓下來的話 那我們現在呢 YouTube上面的影片啊 也不是說影片啊 YouTube上面的這個東西 都會幫你上字幕的啦 那字幕是CC字幕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到YouTube那邊去看 它是有字幕的版本 這個GoodTab 它聽得蠻準的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連結我會放在資訊欄 看你要不要用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啦 有需要的話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跟大家分享這本書 好今天就這樣 拜拜